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工业物联网无线4G LTE路由器WR322G系列 WR322G系列是为工业物联网应用所设计的 支援单一或双重的高速4G LTE路由 以及IEEE 802.11ac以及11n的无线网路 两个RS232-422-485的序列端口 可连接Local的Serial Device像是IED或是智慧电表 USB以及SD卡的插槽 可方便现场的配置或任体升级 以及进行记录系统的事件Log 另外WR322G系列支援OpenVPN以及IPsec私有通路 提供安全且私密的网路通讯 在外观部分我们可以看到WR322G内建的五根天线 分别提供给LTE、GPS以及Wireless使用 Serial Pro的部分可透过软体自行选择 RS232-422-485的界面配置 透过系统LED的灯号显示 也可以清楚的了解设备当下的运行状况 USB Pro和Reset Button配置于LED灯号的下方 方便操作人员进行配置或任体升级 RS322G系列更提供了两个GIGABIP Pro 提供桥接或者是路由使用 两个SIM卡和SD卡插槽配置于设备的最下方 并加盖保护防止受潮或丢失 电源级Alarm接孔以及接地螺丝 则配置于设备的底部 最后在设备的后方则是Dim Rail的Mounting Kit 出货时会直接安装好 现场操作人员只要挂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表格是WR322G系列的型号规格表 基本上每个型号都支援两个GIGABIP Pro 和两个Serial Pro WR302G为最基本的产品 没有任何的无线Radio WR312G为一个Radio 那WR322G则为两个Radio for无线或LTE使用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两个Demo 希望可以帮助你更加的了解 WR322G这个系列的产品 第一个Demo 我们要告诉你如何让你的电脑或行动设备 透过安装在WR322G内的LTE SIM卡上网 一开始让我们先来确认我们目前的网络状态 是否都没有连线 OK 你可以看到透过IPConfig 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IP Address 接下来让我们来确认LTE的状态 透过LED灯 我们可以看到LTE已经连线上去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Notebook接到WR322G上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次网络的状态 输入IPConfig 好 我们拿到IP了 现在我们登录WR322G的Web GUI DoubleCheck LT的连线状态 如你看到的 SIM卡OK Connection Status为已连线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可否上网吧 OK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透过LTE4G的SIM卡 在观看YouTube的影片 有鉴于现在很多公司都有很多个据点 但多数的Server都存放在总公司 造成了存取上的困难 所以在第二个Demo里 我们要告诉你如何透过WR322G 让你简单且安全地存取总公司与分公司的资料 在分公司 我们将WR322G配置为VPNClient 在总公司 我们将WR322G配置为VPN的Server 在这个Demo里 我们使用了两台Notebook与两台WR322G 一台为VPN的Server 一台为VPN的Client VPNServer透过实体网路连接到Public Network VPN的Client则使用LTE网路跟外部连接 这是WR322G的IPsec VPN设定画面 输入通道密码与IP位置 输入完后Enable 以启用IPsec Connection 最后按下Submit 它需要大概10秒的启用时间 现在你可以看到IPsec的状态已经变成了Connected 这表示IPsec的连线已经建立完成了 当IPsec VPN建立完成 表示两端的设备是建立在同一个LAN下面 所以我们来确认一下连接在两台WR322G下面的两台Notebook 可否互相被聘通 OK如你所看到的两台Notebook可以互相的聘通 证明了VPN连线没有问题 所以透过WR322G的VPN可以简单方便的连接两个不同地点 让你可以轻松快速的存取所需的资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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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